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方网站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劳动局长领选办法 领选委员的组成 以及领选相关的资讯 领选的过程之中也从来没有工会组织 还有劳动专家的这个学者来参与这个商议的过程 那我们会认为说呢 柯文哲市长他所标榜的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呢 在这一次劳动局长的任用上面是荡然而无群 失信于民的状况 虽然市政府说这个任命是经由公开临选所做出来的 但是如果连工会都不知道有这个临选的讯息 那请问 这到底叫什么公开临选 如果连外部的资讯都没有公开透明的话 那这又是什么公开临选呢 我们认为现在的台北市的性质正在倒退 我们知道就是在过去其实 劳动局其实做了非常多努力的措施 那包括说去年其实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案例 是柯达大饭店的一位跨性别的女士 她在工作的时候遭遇到性别歧视 那刚刚前面这个医师公会的秘书也提到 就是其实劳动局长在台北市政府里面 其实担任非常多的这个委员跟主席 那包括说其中一个其实是就业歧视的评议委员会 那我就会想要请问的是 那陈信云女士在她过去的这个从政的经验里面 她其实担任的就跟劳动的议题其实并没有相关 我们也看不到任何她在学历或者是经历上面 跟劳动议题有任何的琢磨 那请问陈信云女士 她如果未来接任劳动局局长的话 她会怎么样处理像去年这个柯达大饭店的案例 或者是说我们去年5月24号开始 同婚已经正式的合法化了 那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同事结婚 会有婚假 如果有小孩的话会有孕假 会有孕留值停薪会有产假 那请问如果说同事朋友未来在遇到 这个所谓的就业歧视问题的时候 请问局长会怎么样处理 最近也开始有一些男同志 他们也要来询问他们如果要请婚 婚假请产假请预留值停薪要怎么处理 其实非常简单一切都比照这个法律办理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如果说我们一个局长 他是反同的 他其实会代表的是 劳动局对于这个法律的执行 其实可能就会有偏差 例如说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技术的方式去拒绝 受理这个同志的申诉 或是等等的 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边非常的严正的要抗议 就是我们不希望陈信云女士成为台北市政府 劳动局的局长 居乐现在2016年我们自己就有针对 台湾的同志职场做了一个调查 那当时的结果显示 有超过六成的同志朋友 其实是认为他的职场是没有任何的 同志友善的措施 或是相关的政策 那也有六成的同志朋友 其实在职场是完全不敢出贵的 所以也就是说 台湾的同志 大部分的同志朋友 在他所属的职场是没有办法感受到支持跟友善的一个环境 过去在那个赖湘女局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台北市劳动局已经开始对于性别等友善的职场 开始有一些些的作为 可是现在如果具有歧视以及反同历史的陈信云女士来接任的话 乐先生非常担心 这样子的成果是没有办法继续被推动的 我们也查了新闻 在一月不到一个月之前 陈信云作为反同大将 还有反对同性婚姻很著名的游信亦等人 他们同台分享他们反对性别平权的这个历程的心情 他讲得非常清楚 当场他仍坚持他的立场 他说如果再来一次 他还是不会后悔有这样子的决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非常坚持 我们希望劳动局长是要有劳动的专业 同事也要有性别平等的专业 他过去做的事情是叫所有的这个反同的家长 一人一姓一人一个存证信寒 去压迫这个局处首长 他甚至要在担任议员的时候 透过自己议员的身份跟职权 去介入这个学校分班 去介入高雄市的学校要举办 性评奖座这样子的活动 去让这样子性评奖座取消 台北市我查了一个资料 根据107年的劳保投保人数 台北市有239万4258名的劳工 如果我们要用同志的人口 你至少5%来计算的话 那至少有119713名台北市的统治劳工 包含男同志女同志双心恋同志跨性别同志 这样子的身份的台北市民台北市的劳工 我真的要请问台北市政府柯文哲市长 这样让这些人真的是情何以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